好,接著是4.4,二日操,Medicine 這個磁力,磁力記得有Loft和South 記住Loft費去South 這樣也是一樣 考磁力其實比考電的EUshifield EUshifield多很多 但如果考磁力的話 通常會用後面的東西去做 所以這個Revision就可以很快 記住你學一生人第一隻手勢 這隻就是個 Weihan Group Rule Weihan Group Rule 就是講Curve 和B-Field的關係 有Curve 會產生B-Field 但如果那條線是直線的話 B-Field是轉彎的 但如果那些電流是經過Solennine 是圓圈、兜圈的話 B-Field是走直線的 即是這個情況 記住B-Field的Unit是T Tesla Equation 送給你 你要記住什麼情況下 用哪一隻 第一隻情況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Street Wire 即是直線 即是這個 一條很直直的線 現在問你D度的B-Field多少 這裡有Curve 1i 這樣你就會用這條方法 另一隻就是Long Solennine 即是在狂繳圈 給你資料 問你Inside At the Center 即是中間這一點的B-Field多少 就是這個情況 到時你看到這條問題 在說什麼 而用回它的Equation 就完成了 A-Level 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A-Part 就是正中間的B-Field多少 你只需要找回顏色 代回所有數 這樣就完成了 OK 不難的 這些說得越複雜的問題 就越容易 好 二次說什麼呢? 通電產生磁力 怎樣加強它? 背到眼 OK Curve 1i和圈數 有什麼用? 這些吧 好 接著 White Hand Woo說完了 接著就到Left Hand Woo Left Hand Woo Left Hand Woo說什麼呢? 大多數有Curve 1i 有B-Field 所以簡稱就是FBI 大家要記得這個手勢 這個就在說 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 不說 到這裡 有一條色的 Long CS 但你們因為純V 所以要學的 這就等於FBI的Equation 我們想找F多少呢? 就找I和B 不過是否需要有H有個F da? 原因是為甚麼? 原因是為甚麼 是 又拆Compoler 因為你的手勢未必一定要成直角 他如果不是成直角 因為有一個angle出現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看回上面的手 這裡 這隻手 我想問一下 如果告訴你這個甲角 甲角是F da 那是否還沒有F的? 由,何时才没有F? 答在一起 我想问答在一起的时候,φ将会是什么? 是零,记住,如果φ是零的话 F将会是零 我想问问,什么功能 φ是零,就是零 是Size 所以后面的方法是否浪费? 是这样来的 但那条色是不需要背的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呢? 你知道这个φ是什么 就是重点 所以,大家留心 我现在说这个φ是对不对 对不对 当φ是零的时候 浪费零,就会死掉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刚才怎么猜 就是说,我知道physics 就是说φ是零 零的时候就是B和I搭住 搭住的话,F是零 这是事实来的 然后我们只是套回功能 Size零是不是零? 是 是,OK? 所以现在我这样认识这个φ是否正确呢? 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公开考试呢 是不会告诉你 是那些 还是那些 你要自己想想哪个是φ 最难的地方是 你要记得哪个是φ 怎样记得? 用这个方法就能猜到 最重要是知道 这样搭住是废的 这样是最正的 最正的时候 Angle是多少? 90度 浪费90度是等于什么? 1 不能记得 即是什么时候? 这个情况就完全完美 可以吗? 所以大家要记得 是记得φ 怎样定义 才是重点 这条方法不重要 因为会给你的 但如果你要代错φ 那就马上出现了 OK? 另一种 又是方法 又是不用记 但最重要是记什么呢? 这条方法 这条方法什么时候用? 就是这里 有两条很直的线 通电的时候 告诉你中间的Force 这条式A level出现无限次 因为Zert level没有考 只有A level出现 所以到时要代数 记得 两条线 相同方向就是attractive 如果两条线 相反方向就是repulsive 记得 另外 有turning moment 可以吗? turning moment 记得 要估计到 这条线应该是向上还是向下 一会儿 在做过Path Haver的时候 就整天都会这样做 记得 你都会看3D 你要幻想到3D 什么情况 这个Current 怎么留 怎么留 是流出 所以记得 当你不懂看3D 你要看2D 全部集中火力看这条线 这一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纯粹看这个地方 就有个Lof 接着有个Wire 有个Wire 接着有个S 跟着点的时候 Current 是怎么留 流出 出的话 用Current 用点 点 这个出 这个就有 Current 流出 B field 由Lof 飞去这边 B field 因此Force 又会怎么动 用手势 左手 跟上 跟上 Screen Lof 这样子 Current 出 因此Force 如何 向上 Similarly 向下 因此 这样 这条问题 亦都无限次 Sert Level 基本的 A Level 都问 行不行 他一开波会告诉你 Current 应该是什么方向 如果告诉你 Force 你会用手势 好浅 A B part 这样也不错 不要考了 你将会不合格 OK 行不行 这些一定要懂 接着 Formula 不用背 NBAI 全部代数 又死了 FETA 那怎么办 我又不记得FETA 如何定义 这幅图 有给你的 就是FETA 如果不记得 那怎么办 又猜 又猜 现在说Torque Torque 是怎么来的呢 你看看 Size FETA 我想问一下 FETA是0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幅图 FETA是0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即是说这条棍 是打环 打动 看不出 FETA是0的时候 是打动 打动的时候 原来 打动的时候 Torque是最弱的 为什么 是啊 Cosin 90是0 现在是说Size Size Size 90是1 反而Torque 那时候是最弱的 反而Torque 如果照代式 因为FETA 是0 0的时候 打动 打动的时候 Size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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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OK 即是打动的时候 Torque是最差的 为什么Torque是最差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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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画图 原来 你画到打动的时候 是什么呢 原来的FORCE 将是什么呢 就是向上 这个FORCE 都是向下 因此死且难且转不转 不转 不转 因此这个情况 Torque是0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猜到 这个是Size 0 Cosin 不过这也是那句 Torque不是送给你的 最难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 FETA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 原来就是 B-Field和Normal之间的感觉 Normal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面 的直觉 OK 行不行 你要注意的地方 你要记得 好 如何加强Torque 不讲的了 大家死背难背 OK 好 接着说完Torque之后 会讲Simple DC Mode 记得有个特别设计 叫做Cummutator 或者两个Semi-Circular Circular的Sleet Wings Efficiency怎么做 线厚一点 加润滑油 这些大家明白了 开Effect 其实这些 如果比较小型的 是要Tip的 Tip它出不出 遲些告诉你 它出不出 这个G-X-T 就是Equation 又不用大家背的 再给你 但是它有机会叫你Divide 不过 以前A Level很流行 现在不流行 因为Divide就是背 背是什么 在Physics考 考你懂不懂 所以通常就不会这样做 就像刚刚MockExam 我出那一条 有机会大家会猜一下 它上面什么Charge 你要懂辨认 OK 行不行 另外 QVB QVB 是什么时候用的 Circle of Motion 它又会弄 Mechanics 一开始 是微小就告诉你 关于E&M的 接着说一下 就说Mechanics OK 用QVB 那这个就是 Hall Effect图 大家就知道 记得 最容易挂路称的 就是这个 T T 是说D一个方向是T 不是说D一度是T 不要骂乱 另外 Hall Effect 就是做了Hot Port Hot Port 用来做什么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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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我这次的B field是AC的 找什么代表呢? 对,SERGE COIL 这里没有写的,我刚刚说完 好,又完了